氣象局也持續針對中度颱風卡弩發布了海上以及陸上颱風警報 颱風的暴風圈預計在明天的白天就會接觸到台灣的陸地 我們來聽氣象局的最新說明 氣象局持續針對今年第六號颱風卡弩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卡弩颱颱風的強度還是維持在中度颱風 它的暴風半徑還是有280公里 那在未來它將會緩慢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其實它過去一段時間的移動速度已經開始減慢了 大致是在時速10公里的情形 那在明天一整天它的移動速度也是相當的緩慢 預估在緩慢地接近到台灣的東北方近海的時間點是落在明天的深夜 而目前它的暴風範圍已經逐漸地接近到台灣的近海 那到了明天上午左右這樣子的暴風圈也會影響到陸地 也因此在這一報的海上警戒區域是包含持續是在北部海面 以及台灣的東北部海面 至於在路上的警戒區域這一報增加了台北市 其他還有在新北市地區還有基隆以及宜蘭縣 那在這樣子的影響之下呢 目前颱風的外圍環流是已經持續地在為台灣的北部這一帶帶來一些間歇性的震雨 目前颱風的中心其實還是位在琉球的北方海域這一帶 而在今天晚間到明天開始會逐漸地接近到比較接近到台灣附近的位置 它明顯的比較明顯的降雨也會開始影響到北台灣甚至中部的這一帶 那所以說呢在未來的降雨方面呢 我們就要提醒未來的雨勢是會逐漸增加的情形 在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 北海岸這一帶的雨勢會逐漸地增大 而在北部的山區還有中部山區這一帶 降雨也會開始增多 那到了明天的白天 這樣子的雨勢呢也是持續增加的情形 而最明顯的降雨主要是會落在明天的晚間 一直到週五這段期間 明天的晚間到週五這段期間呢 颱風它是比較偏向比較不太移動的在台灣的東北部的這一帶 那因此在明天晚間的時候呢 北部的降雨是比較明顯持續 而中南部隨著西南風逐漸地增強 它的雨勢也會逐漸地加劇 那這樣子的情況呢一直到週五的上半天開始 隨著颱風有機會逐漸地往東北方向遠離 但是中南部這一帶還是比較偏向西南風的迎風面 也因此在降雨方面 北台灣的降雨有比較逐漸趨緩的趨勢 但是中南部的這一帶還是降雨比較明顯的 從颱風的未來路徑譴視上面可以看到 它在接近到台灣東北部近海的這一帶 它會比較停留並且滯留打轉 那這樣子的情況呢在明天的深夜 一直到週五的清晨都是持續的 那這樣子在導引氣流不明顯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後續的路徑以及它整體滯留的情形 時間上面都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我們在最新的觀測上面可以看到 在馬祖的浮標 還有在基隆北海岸隆洞這邊的浮標呢 有觀測到分別有3米以及接近6米的 這樣子的長浪的情況 那是相當明顯的大浪 那至於在浪高的部分呢 在接近颱風附近的整體的北台灣 還有馬祖的這一帶 其實它的浪高在未來呢 都有可能會增強到4到5米左右 在恆春半島的這一帶呢 也是一個比較大浪的區域 大概會有3到4米左右 而剛才也提到在台灣近海的長浪的現象 目前也都是比較明顯的 也因此呢即使不是靠近颱風的這段區域呢 沿海還是會有長浪發生的風險 因此前往海邊活動都是相當危險的 到了明天的白天 甚至到了明天的晚間 隨著颱風較為的接近台灣 並且移動速度緩慢 這樣子的風勢呢會持續的增大 我們特別要提醒在北海岸 東北角還有蘭嶼綠島這邊的風勢呢 是會來到接近10到11級左右的強陣風 這是比較特別明顯的強風 那最後呢我們中整提醒大家 在這段期間呢台灣附近會逐漸出現比較明顯的雨勢 而沿海的風力呢也會比較明顯的增大 也因此提醒大家在強降雨發生之前呢 先留意住家附近的環境疏通溝渠 也要留意強陣風帶來的影響 注意懸掛物品要把它固定好 那至於在海邊活動呢都是相當的危險的 也提醒大家沒有事情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在今天到週五之間是適逢年度大潮 我們在西南沿海這一帶的低蛙地區呢 在漲潮期間水位比較偏高 再加上後續的降雨情形可能會比較明顯一些 會有些排水不良的情形 也提醒大家要留意這樣子可能出現積淹水的情況 到晚了 我很好看 我好想要留意 我好想要留意 敗 London 了 你